我吃点 舒贞 这猪呢 大姨你来了 大姨 从我来也没见你闲过 大姨快进屋 大姨来了 舒贞 快跟大姨进屋坐 汪子 我发现舒贞来呀 你跟这猪都肥了 大姨你真会开玩笑 大姨快进屋 大姨快进屋 大姨你快坐 大姨你快坐 大姨你坐 好 舒贞快倒水 你俩别忙活了 我来呀 就是跟你俩唠唠嗑 舒贞 过来 您喝水 大姨喝水 舒贞 你看 这个呀 是大姨给你买的 大姨 你这是干啥呀 没你的事 这是我给舒贞买的 来 你看你喜不喜欢 改天哪 让二芒子陪你到成衣铺 做事新衣裳 这是要做新衣裳啊 对呀 这舒贞漂亮 做事新衣裳啊 就更漂亮了 你妈呀 我穿上也不挠我 你是我家大虎多口啊 跟她过这么多年 从来没给我买过新衣裳 那个时候啊 不比现在 妈呀 我得回去一趟 今天中午大京看探队的 要在我家吃饭 我走了啊 妈妈 我走了啊 大姨 这不了我不能要 拿着吧 这是给你买的 不要白不要 这书不穿啥书穿呢 我走了啊 大姨我送你 来 大姨慢点走啊 好 妈 二舅 丫头啊 妈 妈 你怎么来了呀妈 你可把妈给惦记坏了 大孩子呀 是这样的 大姨 这是我妈和我二舅 妈 快 屋里请屋里请 快进屋吧 来 猫子 你别动了 这是我妈和我二舅 啊 沈子好 二舅好 快啊 坐吧 快 里面坐 快坐吧 里面请 里面请 来 来 来 坐 快坐 快坐 二舅 你坐 我给你们倒水啊 妈 二舅 你们还没吃饭呢 爸 我给你们做饭去 站住 咋的 这是在这过程了 妈 妈 你来干啥呀 借你回家 你说我来干啥呢 我在干啥呢 那是 你们先唠着啊 我那家里有点事 那个 书真的 哪天领你妈和你二舅 上我那创门去啊 晨儿 我送你 来 大姐 坐 喝水啊 你想回去吗 你真不想回去啊 那行 婶仙人有数了 你去吧 大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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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找找 咋的 二毛那我又有新情况了 啥情况啊 你说啥 你要嫁给他 不行 绝对不行 妈 闭嘴 等你妈把话说完 你必须跟我回去 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你瞅瞅 你瞅瞅这屋子 它像什么样子呀 这哪像过日子的人家 再说了 那人 还残废 我呢 先过去 摸一下敌情 然后拖住敌人 你的任务是 去找援军去 找的人越多越好 咱不能让主熟的鸭子飞了 听见没有 我听说这个亲家母来了 哪位是啊 这肯定是亲家母了 我是隋大虎 我代表瓦房村全村的社员 和我老隋家欢迎你 大叔大叔 别这么说 咋不能这么说呀 你和叔叔不在谈婚论嫁吗 那叔叔的娘家妈就是你丈母娘 我是你叔 这就是我亲家 是不是嫂子 行了 别胡说八道了 咋胡说呢 咋了这是 咋这么多人呢 大哥呀 来 那啥 那啥这是亲家母 亲家母 谁的 你的 这是二芒子的丈母娘 大妹子 这不到你来 啥都没遇过呀 你不是这样 行 你把武器拿下来 大姐 我是她亲爹 你这闺女好啊 屋里屋外都是一把好手啊 孩子不懂事 给你们偏麻烦了啊 没事 我呢 现在就把她带了 再回去 好 好 叔叔的妈来了 快去看看啊 快去 你到台了 来来来来 行 行 行 大姐 她二舅 你们别担心啊 这都是二芒子的左邻右舌 是 你知道叔叔妈妈来了 所以说 都想过来看一看 孟哥 这大舌是你老丈母娘吧 你闭嘴 你给我胡咧咧 这胡咧咧啥呀 这都是生米煮成熟饭的事了嘛 三驢子 行了 少说几句 这难免会你们一家搞对象怕啥呀 行呐 让客人看效果 三驢子 没啥事你就回去吧 这儿没你的事 三驢子说得对 你别跟他聪明了 行行行我回去我回去啊 去吧 大姐 大姐 你别听他们瞎说 她在开玩笑呢 说 你们俩 是不是已经那啥了 妈 说啥呢 这四丫头 赶紧跟妈说实话呀 没有 真的没有吗 没有 妈也吓死我了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帮子 来 来 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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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子哥 起来 我别颠覆我 别扶他 你让这帮子这么跪着 好好求他 丈母娘 大婶 我对不住你 是我不好 归你家添麻烦了 帮子哥 你别这样 让你起来 帮子哥 起来 来 淑珍 你愿意听我话吗 愿意 我愿意 你要是愿意 我就一句话 赶紧收拾东西 跟你妈回家 不 你个犊子真没劲 全给你杯枕了 都行 回家以后 别惦记我 好吗 帮子哥 你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情况 我了解 淑珍 你是好人 但我不能害了你 帮子哥 你赶我走 才是 你拿着 大爷 麻烦帮我送客人 我不能 我不能 大姐 我能单独跟你说说话吗 以后 以后再说吧 好 大虎 我 马上备车 送客人 去县城 我们瓦房村的人 是知道感恩的人 大虎 快去 去人 你 从来 你 你 在这儿 大姨的一点心意 也是我们大家的心意 收起 大姨 我不想走 别赶我走 怎么了 您家来人了 好像把你哥 他媳妇带走 放一看 走 不是 你慢点 跑 你干啥呀 不是 你快走 走了 大头啊 走 赶紧上车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不能 你 我能 姐 二猫子的妹妹 乌仁娜 姐 我不让你走 我不让你走 乌仁娜 姐也不想走 好了丫头 丫头 多大了 我十八了 十八了 长得可真菌 运气没有呢 妈 你别说了 我是不会同意的 淑珍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 你不同意啥呀 大姨 我不同意跟二猫子结婚了 我要回事 咋回事 咋回事啊 客人刚到就去走 这有点不大合适吧 你是淑珍的妈妈 瓦房人 欢迎你啊 那你是 这是焦书记 这是我们这儿最大的领导 淑珍妈妈呀 我们这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只要客人到了我们瓦房来 那就得吃顿饭 不吃饭就走 那这等于打开我们瓦房人的脸呢 焦书记 淑珍妈妈呀 你留下来在这儿吃顿便饭 咱们坐下来好好地唠唠嗑 你看咋样 吃完饭再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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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都别愣着了 赶紧张罗着呗 我加油 我去拿过来 我加油 我去拿过来 咱们好好地 招待一下客人啊 我加油 我要去酒去 行行行行 先到里面 那这又整回去了 焦书记 你这 这马车用不用了 你这不废话吗 赶紧给我赶回去 我来 书记妈呀 你这心情我理解 这谁家的闺女 还不是想嫁个好人家的 你看看二猫子他们这个家 穷得是叮当三响 他这腿上又有伤 叫他嫁给二猫子 确实委屈数珍了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 这嫁人嘛 贫富 这不是最重要的 我想呢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孩子 能够情投意合 书记啊 我可以不把他们掰开 真的 真的 我有个条件 啥条件 你说 换亲 妈 你别说了 孩子 叫你妈说 我这也想听听 到底是咋回事 叫书记啊 书真他 有个哥哥 比他大两岁 小的时候 发烧 一不小心 老下的病根 得了癫痫 我们那的人呢 都知道 所以啊 到现在都没说上媳妇 到现在都没说上媳妇 都把你说了 碰恶 交书记 那个 刚才吧 我在门口看见那个 乌尔纳那丫头 如果 你们要是同意的话 那咱们就 不行 别说了 别说了 我家是绝对不会同意换亲的 大婶 你们就是杀了我 我也绝对不会同意换亲 一来 我本来也不想书贞 跟着我受苦 二来 我不想因为我讨个媳妇 害了我妹妹一辈子 所以 换亲的事 不要再说了 我也不同意换亲 妈 不是那很优秀 她应该有更好的将来 不能为了承携我和孟子哥 害她跳进火坑里 她应该有更好的将来 好 那就当我 啥也没说 孟子哥 对不起 你 孟子哥 她 她 她 你 孟子哥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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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她 她 哎 中文字幕 李宗盛